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白无常的契约 全一级 魏无羡此人最是倒霉 喝口水都能险些枪死 睡觉被子 蒙头差点窒息 走在大街上 刚好遇到精神病人 拿着菜刀疯狂砍人 无辜挨了几刀 开车开进河里 差点淹死等等 总之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在鬼门关走了七八回 这让魏无羡怀疑 女娲捏他的时候 用的不是泥巴 而是豆腐渣 而他魏无羡 就是一个妥妥的人类豆腐渣工程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个倒霉蛋 他的命却硬得令人发指 他最倒霉 偏偏他最幸运 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捡回一条小命 但也正因为他的命印 让他得罪了一个人 或许还不能说是人 因为那是一只鬼 真正的鬼 眼下 躲闪不及的魏无羡 忽然被失控的大卡车创飞 看着自己已经飞离地面 至少五米高 他无奈叹道 得 又来了 暗自叹了口气 魏无羡便紧紧闭上了眼睛 等待落地 可他等了好半晌 却没有等来预想中 全身粉碎性骨折的痛感 他感觉自己仿佛被定住了 周遭的声音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些迷惑地睁开眼睛看了看 然后便诡异地发现 时间被静止了 路面上所有车辆和行人 都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仿佛偶然路过的女巫施了魔法 将她们变成了木头人 斑马仙对面的绿灯 也停留在了倒数第八秒 而他保持着飞在空中的动作 只有一双眼珠子和嘴巴能动 猜到了什么 魏无羡拼命转动眼珠子寻找着 果然被他搜寻到了一抹 上海行动如常的白色身影 那抹白色的身影 不是寻常人 而是阴间的白无常 蓝忘机 与人们想象中的白无常不同 这位新上任不久的白无常 没有长长的舌头 和宛如敷了骨灰的苍白面容 他一袭白袍着身 明明是阴间之物 却活像是天上的神仙 美得不可方物 此时的蓝忘机 正在通过魏无羡 飞离地面的高度 测量他落地的大概位置 然后搬来了一块尖锐的石头 放在测量出来的地方 确保魏无羡落地时 一定恼花似箭 当场隔屁 魏无羡看得心惊肉跳 在白无常抬手 即将让时间恢复正常运转的前一刻 他赶紧扯着嗓子大喊 等一下 蓝忘机文声停下动作 抬起一双浅色的琉璃幕瞪他 宛如再看一个复兴汉 魏无羡被那双漂亮的琉璃眼睛 瞪得有些莫名心虚 他已经八次路过鬼门关 这也就意味着 他已经让这位来勾他魂的漂亮 白无常八次白跑一趟了 可把人得罪得不轻 但实在不想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毕竟脑浆四肩的场景 想想都有点吓人 于是魏无羡只能硬着头皮道 你把石头挪开 我觉得我这次一定能死成 根本不需要你多此一举 蓝忘机依旧瞪着他 明显不幸 毕竟这人是有前科的 每次都要死了 偏又活了回去 让他白跑一趟 他才不信魏无羡这次一定死成的鬼话了 眼瞧着蓝忘机不信他 魏保万无一师 还多搬了一块石头 放在他即将落地的位置 魏无羡下的头皮都要炸了 大叫道 你插手的话 就是扰乱了我的因果 会被扣工钱的 蓝忘机冷冷道 你本来就阳寿已尽 却偏偏多活了两个月 再不把你收走 我才真的要被扣工钱 闻言 魏无羡几乎傻眼 这两个月也不是他想多活的呀 每次都有命硬buff加成 他也不想的呀 不行 魏无羡道 我不管 反正我不许你插手 他才不要死得那么难堪 那你想怎样 蓝忘机捏紧拳头 气呼呼道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魏无羡想了想 脑中灵光一闪 有了 他道 我知道我为什么八次都没死成了 因为我是猫妖转世 猫有九条命你听说过吧 所以 我前八次都没死成 是因为我还没到最后一条命 而现在就是我的最后一条命了 根本用不着你帮我 我一定能死的 蓝忘机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是吗 魏无羡心中疯狂点头 是的 蓝忘机看着他 似乎是在思考 一分钟后 他点了点头 信了 好吧 最后信你一次 魏无羡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那你把石头挪开 蓝忘机照做 魏无羡又道 你也躲远点 我好歹一米八八 一百四十多斤呢 要是不小心 砸到你 可不是闹着玩的 很疼的 蓝忘机差点没忍住翻白眼 没理会魏无羡的好心提醒 抬手一挥 静止的时间恢复了运转 魏无羡只感觉到一阵喧闹声 尖叫声 刹车声封了一般 灌入他的耳朵 吵得他头昏脑胀 人也成一条抛物线飞了出去 伴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传来 天地仿佛在魏无羡眼前颠来倒去 没撑住五秒钟 他就彻底晕死了 再次醒来时 魏无羡以为自己终于到阴曹地府了 没想到入目是医院白花花的天花板 消毒水的气味也争先恐后 往他鼻腔里钻 这事 又没死成 魏无羡僵硬地转动眼珠子 目光路过俩一声松了口气的脸 定格在四方病房的角落 心里灯时冒出了两个大字 完了 漂亮的白无常就站在角落里瞪他 那脸色阴沉的仿佛即将下暴雨的天 果然命印Buff又给他加成 让他又一次没死成 不仅没死成 他被创飞十几米 居然只断了两根肋骨和一条腿 另外就是 有点脑震荡 不愧是被幸运女神的光环365度全方位无死角笼罩的 简直可以称为奇迹了 魏无羡却不想被这样眷顾 他虽没被创死 但蓝旺鸡的眼神却足以杀他千百遍了 好不容易等到医生离开 不带蓝旺鸡开口 魏无羡便抢仙道 你先别生气 虽然我没第一时间死成 但我现在受伤了 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出现 像伤口感染啊 心脏骤停啊 都有可能 因为带着氧气罩 他的声音嗡嗡的 不大清晰 蓝旺鸡却听懂了 所以呢 你想说什么 魏无羡道 再信我最后一次 许是他态度诚恳 又或许是他 躺在病床上 看上去就像活不长的样子 蓝旺鸡犹豫片刻 还是同意了 好吧 最后一次 魏无羡松了口气 生气的小美人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就是让他一个大活人 随时随地都能感到心虚 好像自己对不起他似的 时间一点点流逝 魏无羡口中的意外却没有出现 反而他的伤还恢复得很好 将将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 下午三点 魏无羡坐在轮椅上 在医生的目送下 坐上了回家的车 面对司机的嘘寒问暖 他深吸一口气 抬手将头发露到脑后 露成了一个妥妥的霸总精英头 然与真正运筹帷幄 掌控全局 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霸总不同 此时此刻 魏无羡心里的小人已经口吐浑烟 临死之前伸出颤颤巍巍的手 留给他两个字 要完 如今 他在漂亮白无常心目中的性欲值 肯定已经为父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心事重重地回了家 很快就入了夜 还不等魏无羡想好措辞 漂亮的白无常就来了 一连我看你还怎么狡辩的表情 魏无羡咽了口唾沐 若若道 要不再信我最后一次 我信你个大头鬼 混蛋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蓝忘机生气地摔了手中的勾魂铁锁 气呼呼地走了 这家伙一副生龙火虎样 别说伤口感染 心脏骤停了 虽然伤了条腿 但给他一根拐杖 想必他都能去参加马拉松了 哎 魏无羡猛了 反应过来 赶紧捡了铁锁 处着拐杖一蹦一跳地追了出去 别跑啊 你东西还要不要了 蓝忘机没理他 亏他还好心怕这家伙遭罪 在他落地上的时候 动用法力消除了他的痛感 在医院的时候 也适当减轻了他的疼痛 谁知这人却一而再再而三骗他 简直不可原谅 魏无羡本来就断了腿 蓝忘机又走得快 根本就追不上 忽然灵机一动 他停下脚步 将手中的铁锁扔了出去 下一秒 那铁锁就跟有了意识似的 静止朝蓝忘机飞去 一头还在魏无羡手中 一头却缠在了蓝忘机的腰间 将人捆得结结实实 看你还跑 魏无羡得意地开始收回铁锁 即便是断了腿 他的力气依旧大的吓人 蓝忘机前行不得 就这样被他一点一点拖了回来 松开 蓝忘机冷冷弯了魏无羡一眼 又看着腰间的勾魂锁 咬牙道 你这个盼主的狗东西 魏无羡嘿嘿一笑 别骂他了 听我说一句 蓝忘机愤然抬起头 好啊 你说吧 我看你的狗嘴里 还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独懂蓝忘机的眼神 魏无羡莫的被呛了一下 轻了轻嗓子继续道 我现在有个想法 你说 魏无羡道 你说过 我的阳寿早在三个月前 就已经走到尽头了 但偏偏我每次都死不掉 会不会是因为我前世 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你一个人的法力 不足以勾走我的魂 要黑无常也一起来才行 蓝忘机促了促眉 可现在没有黑无常 魏无羡 难怪 我就记得 黑白无常 通常是一起出没的 但这几个月以来 他都只见过 这位漂亮的白无常 就从未见过黑无常 那黑无常去哪 看出了他的疑问 蓝忘机解释 上一代的黑白无常 已经圆满退休了 新一任的白无常 由我担任 但黑无常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也是蓝忘机 为什么这么生气的原因 本来缺少了黑无常 工作量就大 他一个人不仅要勾魂 还要抓捕 私自出逃的小鬼 魏无羡这人 还每次都让他白跑一趟 不生气才怪呢 原来如此 魏无羡明白了 想想 也觉得这小美人 真够可怜的 心中的愧疚感 愈发强烈 这样吧 他说 我阳寿已尽 一直活着也不是个事 我们来定个约定吧 蓝忘机 什么约定 魏无羡道 就是下次要夺 我性命的意外来临时 若我死了 自然皆大欢喜 若我又没死 那你再出手 娶我狗命 可行 我保证 这一次 绝对不骗你 蓝忘机认真 想了想 也觉得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点头同意了 那现在勾魂锁还你 可别再一生气就摔了 魏无羡将勾魂锁还给他 还不忘嘱咐一句 蓝忘机有些脸热地接了过来 他刚才是真的气猛了 不然也不会做出此等幼稚园行为 下一次肯定不会了 第十次的意外来临时 距离魏无羡出院 仅仅过去了七天 然这次的意外 与前九次伤筋动骨的意外大为不同 他没有被车创飞 也没有掉进河里 更没有遇见 拿着菜刀乱砍乱杀的精神病人 他只是觉得 突然有点头晕犯困 一觉睡过去 便正是寿终正寝 灵魂脱离肉身 他飘着空中 脚下轻飘飘地 仿佛踩在棉花糖做的云朵里 魏无羡看向拿着钩魂锁 朝他走过来的漂亮白无常 发自内心地笑了 幸好 这次 他终于没有再骗这位小美人 白无常和新上任的黑无常之间 有一腿的事 不知怎的 就在地府里传开了 还听说 两人早在黑无常上在人间 还是个活人的时候就已经好上了 这一则桃色新闻 在地府里被群鬼津津乐到了好一段日子 几乎无鬼不知 无鬼不闻 然而 却当真有一只孤陋寡闻的鬼 对此毫不知情 那便是新上任的阎王秘书聂怀桑 聂怀桑本来正值大好青春 最不缺的就是熬夜的资本 所以 凌晨四点了 他还在床上打游戏 谁想这时 忽然看见 一身白袍的漂亮白无常 出现在他房间里 手里 还拿着勾魂用的铁锁 白无常告知他 他的阳寿已尽 该上路了 聂怀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跟着白无常到了 地府阎王 说他骨骼惊奇 人也聪明 堪当大用 便给了阎王秘书一职 眼下 从地府人事办 办完入职手续的聂怀桑 走在大街上 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他真的 熬夜猝死了 默默伤心了五分钟 聂怀桑拿着每月 两万工资的工作牌 往自己的住处走去 包吃包住 还有两万块的工钱 这倒算是来到地府的 一件好事 比他在人间当牛马时 累死累活 还只能拿到三千的日子 好的不要太多了 行之半路 忽然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聂怀桑停下脚步 仔细听了一耳朵 察觉声音是从巷子中传来的 他便抬脚走近 准备探个究竟 结果下一秒 就看到了 令他几乎僵在原地的画面 只见无人经过的隐蔽小巷中 一袭黑袍的黑无常 正将白无常按在墙上强吻 而白无常抗拒地 推着黑无常的胸口 嘴里不停发出 嗯嗯嗯的声音 听上去很是受罪的样子 聂怀桑如遭雷击 他只知道 黑无常刚上任不久 至今还没有见过他 长什么样子 但能在地府领到差时的 肯定都是清清白白的光明之身 毕竟身上有业债的都下地狱了 原以为这黑无常也是个正直好人 不想尽光天化日做出这种强吻同事的灯徒子行为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聂怀桑一时间血压飙升 不管是出于道义 还是看在白无常美貌的份上 他都应该帮人一把 于是聂怀桑撸起袖子便冲了过去 抬手就去薅黑无常 你这个禽兽 快给我放开他 一次没薅动 薅了两次 才将黑无常薅开 新上任的黑无常 魏无羡 一脸被打扰的不悦 盯着聂怀桑 冷冷道 你有事 聂怀桑本想说你怎么能抢吻同事 快给他道歉 并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 不然我就将你送官纠办 谁知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眼眶发红的白无常 就抬起了头 出声了 他说 聂怀桑 你少管闲事 哦吼 原来不是强吻 人家白无常愿意的 聂怀桑整个人都猛了 不等他反应 黑无常抬手一挥 就将他送出十米 然后抱着白无常 继续黏黏糊糊糊的吻在一起 聂怀桑足足愣了有无秒钟 这才一脸尴尬的拿着自己的工作牌跑了 长长的一吻结束 白无常靠在黑无常的肩膀上道 那是聂怀桑 上次勾魂的时候 碰巧遇见了私自出逃的小鬼 你去抓小鬼了 我一个人去勾的魂 我知道 魏无羡道 不过他好像没认出我 蓝旺鸡道 可能是情况紧急 没来得及仔细看吧 魏无羡想想也是 毕竟他和聂怀桑 是幼儿园时期的玩伴 如今已经差不多十八年没见了 一时没认出来 也实属正常 遇见你幼儿园的小跟班 你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 魏无羡牵着蓝旺鸡 往巷子外走 他当初被蓝旺鸡勾了魂 本来是要去投胎的 结果阎旺 说他骨骼惊奇 人也聪明 堪当大任 便给了他黑无常一职 一想到以后 可以和漂亮的白无常一起共事 他二话不说 欣然留下了 如今儿时的玩伴也下来了 想想以后 可以继续欺负聂怀桑的日子 一定会很有趣呢 而这边 跑出巷子的聂怀桑 打了个喷嚏 总感觉被什么东西惦记上了 是怎么回事 晚安